门卫小哥咧嘴 露出一张烟熏的黄口大牙笑道 我就是想炮 哪有机会啊 再说 我也没奢望 就是让我拉一下人家的小手 我就心满意足了 二人正吹着牛逼 这时候 秦帆开车带着沈瑶又出了小区 门卫小哥忙不迭地再度打开门 秦帆冲着对方点点头 一踩油门 直接奔着沈瑶的公司 到了公司门口 秦帆将车停好 随着沈瑶一起进了公司 这时候 公司员工一见沈瑶回来了 顿时惊愕之余 急忙向老板报道 昨晚的事情他们公司上下基本都知道了 他们佩服沈瑶之余 还替对方捏了一把汗 在公司里面 沈瑶虽然是一个明星 但是并没有一点架子 而且脾气又好 所以 公司里面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他 这时候 公司一个员工跑到沈瑶跟前 低声好心说道 你咋回来了呀 老板今天一来 在公司发火呢 沈瑶一听 下意识地瞅了秦帆一眼 见对方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他这才有着底气说道 他喜欢发脾气 让他去发吧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员工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很快从楼上下来几个人 其中最中间的是一个身穿黑色衣服 戴着黑矿眼镜的男子 身材高大 这个家伙叫孔虎 是公司的老板 跟邱万宗是好朋友 孔虎走到沈瑶跟前 瞪着对方冷冷道 你还敢回来 自从上次在酒吧邱万宗被打 搞得他孔虎有些棘手 而他万万没想到昨晚在酒店会发生那种事 一想到邱万宗又在医院躺着 孔虎更是棘手 这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沈瑶瞅着对方冷冷说道 我凭啥不敢回来 我今天回来是跟你谈解除合约的事情 他早上都想好了 即使要赔付违约金 他都要解约 一想到这他娘公司老板竟然以威胁之名 让他去陪求万宗 沈瑶新娘之余更是对眼前的孔虎气愤 孔虎一正没想到沈瑶敢跟他顶嘴 而且沈瑶要解除合约 他肯定不让呀 毕竟沈瑶可是他公司赚钱的摇钱术 顿时他让沈瑶去办公室 这时候沈瑶也是态度极硬 他也没给对方面子 一摆手说道 有啥话就当着公司人的面说 孔虎脸色一怒 在这公司还没有敢这么跟他对着干 当时一挥手 身后几个人上来就要去拉沈瑶 这时候秦凡走上前 将沈瑶护在身后冷笑道 又想限制自由是吧 孔虎这时候才注意到秦凡 顿时瞪着秦凡说道 你他娘是谁 秦凡笑着说道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今天过来只是想给你谈谈 谈你娘的脚丫子 滚出去 孔虎骂着 旋即让人赶秦凡出去 秦凡眉头一皱 有些不高兴了 瞪着对方 顿时牛逼哄哄地说道 你他娘太不知好歹了 这时候几个人一听这家伙装逼 顿时扑上来 秦凡抬手啪了一巴掌 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家伙 直接打趴下 接着一脚踹翻另一个家伙 一阵霹里啪啦 几个人倒在地上 一个闪身 秦凡奔到孔虎跟前 秦凡抬手啪地给了孔虎一巴掌 他本来想好好给对方谈的 结果这家伙上来就骂他 秦凡也就没有跟对方谈的必要了 这时候全公司的人都惊恶了 他们没想到 秦凡这家伙还真敢上手 就连沈瑶都心里暗暗地惊叹 不过他现在看着秦凡做孔虎 顿时心里感觉很爽 孔虎没想到 这家伙会打他脸 顿时捂着脸骂道 姥姥的腿你找死 竟敢打老子 秦凡眼神一冷 抬手啪地又给了一巴掌 秦凡冷笑道 你就知道你姥姥的腿 旋即秦凡抬脚 直接将孔虎踹翻 秦凡走到跟前 一把掐着孔虎的脖子 冲着网上的几个家伙说道 你们要是赶上来 老子立马拧断他脖子 这时候肯定没人赶上来了 而且这家伙身手太好了 他们还真怕上去挨揍 这时候秦凡才冲着孔虎说道 子叫秦凡 记住老子 以后跟你狼狈为奸的那个求万宗 就是老子揍的 以后要是再找麻烦 你就让他来找老子 当然你来也可以 老子欢迎着 顿了一下 秦凡接着道 不过我要是知道 你再敢动沈瑶一下 就跟这根笔一样 老子让你变成傻逼 秦凡说着 抄起一只笔直接甩出去 啪的一声笔头 直接扎在了墙上 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心想娘的这家伙 还是不是人呀 笔头竟然能直接扎在墙上 这得用多牛逼的内力呀 孔虎瞅着这一幕他也怕了 他现在知道 就是现在公司的手下齐上 估计都弄不死秦凡这家伙 反而会招惹杀身之祸 瞅着对方认怂 秦凡这才松开了手 这时候 沈瑶也跟对方没啥好谈的了 冲着孔虎冷冷道 到时候 我的人会跟你谈解除合约的事情 秦凡瞅着沈瑶说道 行了 走吧 说完便拉着对方的手 沈瑶脸一红 心头猛的一跳 其实他知道 秦凡是做样子给这些人看 当即二人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走出了公司 坐上车秦凡一个油门直接走了 在路上 秦凡瞅着沈瑶一个劲的笑 灯石无语的笑着问道 是不是感觉自由了 是啊 沈瑶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以前一直见到老板 总觉得那家伙牛逼哄哄的 不过刚才 看到你做那家伙 感觉心里很爽 顿了一下 沈瑶瞅着秦凡问道 小凡真是不好意思呀 这件事我把你卷进来了 晕 秦凡摆了白手笑道 你放心吧 我没关系的 难道你不怕那孔虎报复 沈瑶好奇问道 秦凡点了点头说道 我还希望他报复呢 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揍那家伙了 不过你放心 他要是没把握的话 他肯定不敢轻易出手 二人说着 秦凡直接开车去了 零一一所在的电台门口 中午的时候一起吃个饭 秦凡让沈瑶住在零一一那里 等安顿好了之后 秦凡这才开车回了麦乡村 到了村里 已经下午三点多 秦凡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将车开到了公司门口 昨天早上 李友光说有件事需要他处理 办了事情之后 秦凡刚坐在办公室 这时候 牛大胜打电话问秦凡回来了没有 他有事情找秦凡商量 秦凡有些哭笑不得 心想这牛叔是不是每次掐算着他的时间呀 秦凡挂了电话之后去了村委会 办公室里张雪晴和村里其他几个村里的人 会计啥的都在 等秦凡坐下 寒暄一阵之后 牛大胜笑着说道 小凡呀 打电话让你过来 是给你商量一件事 顿时牛大胜便说 教育局已经将学校的事情批复下来 学校设施经费啥的 到时候教育局那边来办 但是教师资源让村里先招人 说完之后 牛大胜接着道 小凡 今天就是让你来给个建议 咱们这老师的事情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呀 他们刚才还讨论了一下 但都好点的人选 即使有人家都嫌弃是山里 所以没人愿意来 实际上 秦凡心里明白 教育局也知道 卖乡村地处大山 要是下派老师难度比较大 现在很多老师都是一心奔着 交通方便环境好 势资雄厚的好学校 很少有人来这种学校 虽说已经修了路 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穷 于是秦凡笑了笑 点头说道 说道老师 我倒是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不过我不确定 人家到底愿不愿意来 牛大胜一听 下意识瞅了一眼众人 便详细地问了秦凡的情况 不过秦凡对人家澄清也不太了解 只是说了大概 这时候牛大胜笑着说道 这样小凡 你明天有空没 咱去人家家里一趟 成呀 秦凡点了点头说道 那明天早上我带你去 等会开完之后 秦凡去了办公大楼施工现场 这段时间 这边有父亲在盯着 所以他比较放心 瞅着已经打好的装机 秦凡心想 罗胜昌那家伙带来的人 速度还真的快啊 旋即他在施工现场 帮着父亲干活 一直到了晚上 秦凡这才跟着父亲勤证回家 吃过晚饭 又讨论了一下工地的事情 另外他还比较在意 前天县领导他们拿走的种子的事情 回到房间 秦凡躺在床上 给陈青发了一条微信 自从上次陈青发了微信之后 这段时间也没联系 发过去之后 秦凡想着 估计回复还得一会儿 刚将手机放下 结果陈青微信便回了过来 陈青又发来一条问道 我明天在家 怎么了 秦凡瞅着屏幕笑了笑 一瞅对方明天在 那就放心了 于是秦凡跟着陈青聊了一会儿 便去修炼 他并没有跟对方说明天过来 四日一早 秦凡便开车带着牛大胜 跟张雪晴两个人去了陈青的家里 陈道青正在房间看着医书 一瞅有车停在门口 便走了出去 结果一看竟然是秦凡 当即陈道青很高兴 秦凡相互介绍之后 陈道青连忙将秦凡三人请了进去 刚在客厅坐下 几个人聊着 这时候陈青从地里回来 一瞅秦凡来了 陈青顿事正了一下 陈青笑着说道 你咋来了呀 他心想秦凡这家伙还真能忽悠人 连今天来的事情都隐瞒着 是啊 我们今天过来是来找你的 想跟你谈一件事 秦凡笑道 找我谈事情 陈青一阵惊讶 陈道青也有些意外 这时候 牛大胜开口笑着 便将这次过来 请陈青做老师的事情说了一下 在路上的时候 秦凡已经将陈青的大体情况又说了一下 所以 牛大胜也没再问陈青的具体状况 而是直接说了 等牛大胜说完 张雪晴又在旁边笑着补充了两句 这时候陈道青跟孙女两个人便陷入了思索之中 作为陈青的父亲以及爷爷来说 将孩子养这么大 谁都希望儿女出人头地远离农村 陈道青虽然不介意孙女留在农村任教 但他的儿子儿媳说不定会不同意 秦凡也没插嘴 他今天过来只是起到一个向导作用 而且他也不参与 毕竟这关系到陈青职业的选择 一瞅爷孙两个没说话 这时候牛大胜便开口笑着说 先不用着急回答 可以考虑一下 陈道青恩的一声点了点头 陈青则下意识地瞅了秦凡一眼 其实他现在有些犹豫 今天要是别的人来的话 他可能很果断地拒绝了 不过今天有秦凡 而且还是秦凡的村子 这时候陈道青冲着秦凡一笑 让陈青拿出他自己珍藏的茶叶 等茶叶取来 陈道青亲自给秦凡三人泡了茶 旋即陈道青便又问了秦凡这段时间忙啥的事情 秦凡也如是说了 最近建办公大楼的事情 陈道青一听顿时眼前一亮 笑着说道 秦老弟 你这事业现在可是越做越大呀 秦凡急忙摆手笑道 都是小打小闹的 聊完之后 秦凡三人便起身告辞 陈道青本来想留他们吃饭的 不过被牛大胜婉拒了 旋即秦凡开车带着二人返回村里 在路上 牛大胜忽然转头瞅着秦凡二人问道 你们觉得 陈青那个小姑娘 答应的可能性大不大呀 张雪晴一听 顿时略含醋意地说道 这得要看小凡呀 女人的感觉一向很强 而且他瞅着陈青 似乎对秦凡有些意思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瞅着对方说道 跟我有啥关系呀 张雪晴笑了笑说道 还跟你没关系呀 我发现陈青那小姑娘 瞅你的眼神不对 小凡只要你一句话 人家姑娘肯定来 我靠 秦凡顿时哭笑不得 瞅着对方说道 你还真是太高看我了呀 这是人家姑娘的事情 我咋可能左右人家的想法呀 别在面前装呀 我看人一向不差的 张雪晴盯着秦凡说道 这时候牛大胜在旁边只是笑 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在斗嘴 作为过来人 他看得很透彻 张雪晴这是明显的吃醋了 两个人一路说着 很快到了村里 秦凡将车停在村委会 等牛大胜和张雪晴下车之后 他直接回家了 刚坐到客厅 这时候陈青忽然给他发微信过来 盯着内容震了一下 这是这微信内容 让他有些无语 瞅着微信内容 秦凡想了一下 这才回过去说道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不能给你拿主意呀 我肯定希望你来 不过这件事还是你需要自己做主 跟家人好好商量 很快 陈青回过来说道 好的小凡 我知道了 秦凡瞅了一眼消息 放下手机中午饭也没吃 一直睡到了下午三点多 起床后吃了点饭 他便出去忙去了 三天后 秦凡正在铁皮石湖的药材地里 这时候 贾民打电话过来 告诉了秦凡说 刚才县政府那边通知 种子没啥问题 这次候选资格依然有效 听完之后 秦凡就笑着说道 我之前说的没错吧 我那种子肯定没问题 是啊 贾民也很高兴 点头笑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这次肯定能拿到企业扶持金 这在县城二十几个乡镇来说 肯定是一份荣耀呀 到时候别忘记请我吃饭呀 秦凡点头笑道 那肯定呀 别说请你吃饭 就是开房都可以 贾民一听呸的一声 笑着说道 臭小子 这话听起来 好像我跟你开房 你倒是很委屈似的 玄机贾民接着道 行了 跟你先不说了 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处理 说着便挂了电话 秦凡挂了电话 摇摇头笑了笑 继续忙活他的 现在这种子的事情 没啥问题 接下来 秦凡就等着后面的 全国农贸大会 这才是重头戏 要是在那里拿到一个奖 那才算牛逼 接下来的这几天 秦凡也没出去 他除了在地里忙活之外 就是在工地 这天一下午 他刚到公司 这时候 嫂子翠兰给他打电话说 有人来家里找他 秦凡一阵无语之余 便又回到了家里 结果到了家里 秦凡见来的人 一个是县政府的朱生 另外是一个农业专家 颜子华 朱生这家伙 那天县政府来检查 就是这家伙在里面捣蛋 说他的种子有问题 所以秦凡对这个家伙 没啥好感 一瞅客听这两个人坐着 秦凡便知道 这两个家伙 肯定没好事 于是他不嫌不淡地招呼着 寒暄之后 秦凡这才问道 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找我啥事呀 朱生二人互看一眼 颜子华这才笑着说道 兄弟是这样的 我跟朱主任对你这种子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过来 想独家跟你合作 你这种子能不能以后只卖给我们呀 价格肯定很丰厚呀 到时候由我们做推广宣传 咱这种子肯定能在市场做大呀 秦凡心里冷笑一声 心想就你们玩的这些小九九还来忽悠我 于是秦凡摇头笑道 不好意思 我这种子不卖 朱生一听脸色一沉 似笑非笑地说道 秦兄弟 我今天可是真心来给你谈合作的呀 他心想你装啥逼呀 秦凡点了点头笑道 我知道你们是过来真心谈合作的 不过我这种子真不打算卖 你觉得我卖给你们有啥好处呀 颜子华一拍大腿笑着说道 好处肯定很大呀 兄弟你要知道 咱助主任可是宣传部的 跟省市的人很熟 这到时候随便运作一下 你这东西还不是直接火爆市场呀 再说到时候咱可以分账呀 你除了有种子费用之外 我们赚个钱再给你按比例分成 这么好呀 秦凡笑着说道 对呀 兄弟 颜子华走到秦凡跟前 他心想这条件可是极为丰厚的 秦凡这家伙肯定同意 正当他想要看秦凡点头的时候 秦凡摇头笑道 我还是不卖 朱生没有想到 秦凡这家伙竟然这么明弯不化 他一个堂堂县政府的人来 这家伙 他娘还一个劲得装逼 顿时朱生将手中的茶杯猛地放在桌上 站起身冷笑道 秦凡 你到底要咋样 咱才能合作 我知道你想要一个高价 你说一个心理价格吧 秦凡一瞅这家伙的表情 顿时冷笑一声 玄机点头说道 好呀 既然你们这样有诚意 我要是还不给你们面子 那就太不好了 这样我给你们出个价 要是能合作 咱就合作 要不然一切免谈 颜子华一听有戏 心想姥姥的腿得你还装逼 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钱 顿时颜子华点头笑道 兄弟你尽管说吧 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 秦凡看了一眼笑了笑说着 先别着急答应 说着秦凡伸出一根指头说道 这个假 十万呀 颜子华暗松一口气 当即点头答应笑着说道 没问题 就这样定了 秦凡摇摇头笑着说道 你可能误会了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书呀 朱生一听顿时脸色一沉 看着秦凡说道 秦凡 你不会是想 狮子大开口要一百万吧 秦凡摇摇头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说的是一千万 一千万 兄弟你没搞错吧 你那种子要一千万 颜子华略带生气地问道 朱生这时候脸色凸起的 青筋暴突 瞅着秦凡说道 秦凡 你还真会喊价呀 你觉得那种子值一千万 其实他们刚来的时候 心理价位顶多也就二十万 但现在没有想到这家伙竟然跟要价一千万 秦凡摇摇摆手笑着说道 你们让我出价 那我现在出了 结果现在你们又嫌我开高了 我看咱们也没谈到必要了 他只是想纯粹恶心一下这家伙 娘的暗中举报看不行 现在又想要买他种子做垄断 这还真是够鸡贼的 行 小子你狠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咱以后见面算是不能和平想见了 朱生瞪着秦凡 旋即冷哼一声往出走 秦凡瞅着这家伙气得暴跳如雷 顿时笑着说道 好呀 那我就期待着咱们见面那一刻 严子华瞅着朱生要走 他还有些不甘心 因为他清楚知道 秦凡这种子以后肯定会很厉害 于是急忙上前说道 主任咱先别急着走呀 再商量一下价格呗 朱生一听心里更是生气 顿时转头骂道 商量你姥姥的腿 你一个人商量去吧 说着一个人恨恨地走了出去 严子华被朱生这家伙一骂 老脸憋得通红 人家是县政府的他 肯定不敢骂人家呀 于是严子华也只能 转头看了秦凡一眼 略带遗憾地走了 他知道 今天他们错过了秦凡这家伙的种子 以后会遗憾的 慢走不送了 秦凡冲了严子华挥挥手 这才坐在沙发上 这时候 翠兰从外面走进来问道 小凡 我刚才听你说 咱家的菜种子能卖一千万 真的假的呀 秦凡摇头笑道 嫂子 我不想卖他们种子 结果他们死活 要我出嫁 没办法 那我只好出一千万呀 结果他们嫌贵 只能气冲冲地走了 翠兰一听 瞪了一眼笑着说道 真有你的 真敢出呀 要是我我也肯定不会买呀 蔬菜种子哪有那么贵呀 秦凡神色正经起来 白手说道 嫂子这个未必 虽然现在咱的种子不值那么多 不过以后肯定会值这价 而且 我出一千万也不算 狮子大开口呀 好呀 那嫂子就等着咱家种子 能够卖一千万 翠兰说着 从客厅拿过水壶去了厨房 秦凡一阵无语 看嫂子这样子 肯定也以为她是吹牛逼的 玄机秦凡地坐在沙发上 一个人在品茶 这时候 陈青打电话过来 告诉秦凡说她已经决定好了 答应来卖乡村做老师 而且 她还愿意推荐 她的两个同学 秦凡一听很高兴 笑着问道 陈青 你真的确定好了 跟你家人 他们都商案好了 是啊 陈青在电话里点了点头说道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 已经告诉了你们村长牛书 其实她并没有告诉秦凡 之所以来卖乡村教书 除了一部分 她是想真正的教好书之外 大多数的原因还是秦凡 虽然 她对秦凡的感觉 谈不上喜欢 只是有好感 但即使这样 已经足够 秦凡凡的一声笑道 那欢迎你来卖乡村呀 以后咱们还能见面了 顿了一下 秦凡接着道 要不这样吧 我这两天接你过来 你先看一下 学校的设施环境啥的 到时候 你对你那俩的朋友 就大概可以说了 毕竟学校的环境 也是挺重要的 陈青点了点头笑道 好呀 你想的还真周到 那我明天过来吧 还没有去过卖乡村呢 玄机 秦凡本来说要开车去接 不过陈环说不用 到时候 他跟同学一起过来 秦凡一听也没再说啥 毕竟过于热情 也有些不好 挂了电话之后 秦凡开车去了一趟机场 在机场用灵器 孵化了一批小鸡 现在每隔一段时间 他只需要去机场 孵化一批鸡仔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陈友荣恰好来了立驾 所以天快黑的时候 他也没在机场过夜 便下山回了村里 刚将车停在门口 秦凡还没进门 这时候陈渔走过来叫他 陈渔 秦凡看清楚是陈渔之后 走了跟前笑着说道 你啥时候回来的 自从上次到了陈渔那里 去了之后 秦凡已经有将近一个月 都没有见陈渔了 陈渔抿嘴一笑 点头说道 我也是下午刚回来的 说着 陈渔抬头瞅着 秦凡问道 小凡 你这段时间过得好吧 秦凡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很好呀 你怎么样了 陈渔一顿 嗯得一声 这才四下瞅了一眼说道 小凡今天我来 是跟你想说一件事的 啥事这么神秘呀 秦凡微微一皱眉问道 他忽然觉得陈渔有啥心事 接着秦凡便将陈渔带到了家里 两个人在客厅坐下一下 秦凡瞅陈渔还有些不好意思说 便又将他带到房间 秦凡这才笑着说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陈渔看了一眼 顿了顿这才说道 小凡我想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接着陈渔瞅着秦凡眉头一皱 很惊讶的样子 于是陈渔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 秦凡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陈渔的父母已经催他结婚有一年多了 后来跟秦凡干了那事之后 他就一直拖着 一心想要嫁给秦凡 不过后来他才发现秦凡越来越厉害 事业做得越来越大 他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陈渔也失去 毕竟他的知识水平和眼光就那么一点 而且他又是一个自小听父母话的人 后来父母催得紧 而秦凡之前就表明过近两年只搞事业 不会结婚 所以在两个月前他被迫和一个男生相亲 那个男生虽然没有秦凡长得好 但是对他很好 对方一阵疯狂追求之后 他思索许久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结婚 陈渔心里很清楚 他跟秦凡不可能在一起的 秦凡是做大事的人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早早辍学 在外打工的农村女孩 虽然他喜欢秦凡 说完之后 陈渔看秦凡没有说话 这时候他一把抱着秦凡说道 小凡 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但是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有你 秦凡看了看 虽然他之前真的没有想过 跟陈渔结婚啥地 但是一听到陈渔忽然要嫁人的消息 还是心里有些难受 于是秦凡点了点头说道 行 我知道了 不过既然跟人家结婚了 就好好过日子 小凡 你不会恨我吧 陈渔眼眶里忽然起满泪水 秦凡替对方擦去泪水 摇摇头说道 怎么会呢 这是你的选择 那我只能祝福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 这是陈渔的选择 秦凡没权利 也不会去插手对方的人生 再者 他既然没想过跟陈渔结婚 单个人家 那也不是一回事 这时候 陈渔一听秦凡这么说 顿时啜泣的一声说道 小凡 谢谢你没有生气 啥 秦凡 秦凡转身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 他接着道 那家伙对你好就行 不过要是他以后对你不好的话 你告诉我 我到时候去揍他 陈渔扑哧一笑 抬头看着对方说道 好呀 那我以后就安心了 要是他以后敢欺负我 我就找你揍他 陈渔说着垂下毛子 忽然凑到秦凡跟前说道 小凡 我只想说我给了你我不后悔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这一次我再服侍你一次吧 说着 陈渔主动地将嘴凑到秦凡嘴上 主动地替秦凡宽衣解带 这时候 秦凡一阵燥热 顿时将陈渔压在穿上 开始地折腾 一阵疯狂过后 陈渔躺在秦凡的怀里 被过手从脖子下摘下来之前 秦凡送他的那枚吊坠 陈渔笑着说道 这东西还是还给你吧 晕 秦凡一直无语 拿过对方手里的吊坠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渔摇头说道 小凡你别误会 你这吊坠太贵重了 我也是上周 才知道你这吊坠都值十万 我现在都要嫁人了 拿你这东西有些不合适 秦凡一听没说话 一把拉着陈渔 替对方重新戴上 这才说道 我告诉你呀 这没吊坠没啥不合适的 以后你给我好好戴着 陈渔的一声点了点头 在秦凡脸上亲了一下 温存了一会儿 这才穿好衣服 秦凡送他到了家门口 二人这才分别 秦凡回到家里之后 一个人坐在房间 抽着烟 一根接着一根抽 一包烟抽完之后 秦凡便去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 陈青带着他的两个同学 来到了麦乡村 秦凡和牛大胜两个人便招呼着 秦凡瞅着陈青三个人 他的两个同学 长相属于很一般 所以陈青站在那里 就感觉更加漂亮了 学校的教学设施 虽然还没有下来 不过陈青和他的两个同学 瞅着新建的教学楼 心里很高兴 没来之前 他们还以为这小学 只是一排低矮的陋语小教室 但是现在看来 这新建的学校 甚至跟镇上小学有一比 陈青笑着说道 真没想到 麦乡村的小学 建得这么好呀 是啊 牛大胜点了点头 瞅着秦凡笑着说道 这可是多亏了小凡呀 这学校是他出自建的 另外两个女生一听灯时惊讶 心想这秦凡不仅长相好 而且还是一个多金的主 顿时两个人对秦凡的好感颇盛 其中一个女生笑着问道 秦凡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呀 你是做啥的 年纪这么小能赚那么多钱呀 秦凡饿的一声 白手说道 我就一种地的 在村里包了一些地 种菜种果树啥的 孕 种地原来这么挣钱呀 那我要不然跟着你种地算了 说不定我以后也能赚到大钱 另外一个女生开玩笑道 玄机几个人边开玩笑 在学校赚完之后 秦凡又带着几个人 在村里转了一会儿 牛大圣早已备好了饭菜 吃过午饭后 三个人要去镇上 秦凡开车 将三人送到了镇子上 这才回了村里 一周后 陈瑜的婚宴举行 南方家跟卖乡村隔得并不远 秦凡没有去南方家里 等娘家这边办宴席的时候 秦凡去了一下 瞅着陈瑜穿的婚纱 秦凡心里更是有些难受 午宴的时候 陈瑜跟新婚丈夫 敬了亲戚长辈之后 专门跑过来敬秦凡 实际上陈瑜心里也很难受 他很想嫁给秦凡 但是他不能不听父母的话 这也许就是他的命 人都是这样 往往自己一直想要的 但最终得不到 或许这样才让他怀念秦凡的好 敬完酒之后 秦凡便出了门 直接回到了家里 陈瑜结完婚之后 便去了邻村住 几天之后 秦凡心情才好了点 日子恢复了平常 他更拼命在公司忙 另外 村里有几家蔬菜大棚 已经快完工了 秦凡之前让嫂子翠兰 送钱的那两家蔬菜大棚 也差不多快完工 秦凡等着大伙盖好大棚 到时候 就可以种菜卖钱了 这天上午 秦凡忽然接到了沈瑶的电话 对于接到明星沈瑶的电话 秦凡还是有些意外 接了电话 秦凡笑着说道 今天咋有空给我打电话了呀 是啊 沈瑶点了点头说道 秦凡 你干啥呢 在种地呢 秦凡笑着说道 二人说了一会儿 秦凡问道 大明星 你给我打电话 是有事呀 沈瑶在电话里略微埋怨道 你竟会埋态人 我哪是啥大明星呀 我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艺人 你以后叫我沈瑶 或者小瑶都可以 晕 你还不知名呀 秦凡一阵无语 旋即才正经地问道 你打电话肯定有事 说说啥事吧 沈瑶心想 这家伙还真是鬼经鬼经的 好像啥事都瞒不过 于是沈瑶便将 求万宗给他打电话的事情说了 秦凡一听这才知道 上午求万宗那家伙 给沈瑶打电话 问他的联系方式 不过沈瑶怕求万宗报复秦凡 所以当时并没有告诉 听完之后 秦凡正经地说道 求万宗那个家伙 要是后面还找你 要我的号码 你就给他 让他给我打电话 沈瑶顿了一下 这才N的一声点了点头 问道 秦凡 你啥时候来市里呢 自从跟之前的公司闹翻之后 他这几天 一个人一直待在市里 待得有些烦 所以他想问问 秦凡啥时候来市里 至少有秦凡 他还觉得心里踏实 秦凡摇头笑道 不一定 不过这两天 应该不会去吧 你没啥事吧 秦凡眉头一皱问道 沈瑶肯定不会 说他一个人无聊 于是摇头说道 没啥呀 二人说了一会之后 秦凡便挂了电话 接着忙着蔬菜 大棚地里的菜 下午的时候 李建成派人来拉苹果 不过秦凡没有参与 他派李友光跟对方接洽 前两天 李建成还跟他说 之前的苹果已经销售一空 现在就等着看市场反响 不过秦凡对他自己种的苹果 还是信心十足 到时候不出意外 市场肯定火爆 晚上刚吃完饭 秦凡接到了前林的电话 令秦凡愕然的是 在电话里前林告诉他 他晚上刚下飞机 现在到了临峰市 对于前林来这边的事情 秦凡也是无语了 秦凡在电话里说道 你不是说你还有一段时间吗 这怎么就突然来了 是啊 前林打开酒店房间门 一边接着电话 另外一只手 拉开箱子笑着说道 本来是还有一个多月 不过我有些等不及想见你了 所以就直接从镇南省飞过来了 次日一早 秦凡吃完早饭 便开车往临峰市 他心想 昨天下午 在电话里 跟沈瑶说这几天 都不会来市里 没想到 前林从镇南省一来 他不得不去一趟 一路上开得比较快 等秦凡到的时候 才九点多 到了昨晚 前林电话里说的酒店门口 秦凡将车停好 直接进去到了房间门前 敲了敲门 这时候 前林还在睡觉 一听见有人敲门 便问谁啊 下一刻一听秦凡的声音 前林顿时打一击铃 急忙爬起床 一瞅自己昨晚光着身子睡觉 床上扔得罩罩傻的 前林一想 秦凡还在外面等着 来不及待了 于是将照照那些东西呀 在枕头下 这才急忙裹着 衬衫跑过去开了门 打开门见秦凡 果然站在门口 前林顿时 冲着秦凡傻笑道 你咋这么早就来了呀 我还以为 你得中午才过来呢 其实他之前 还想着一件 秦凡想给一个拥抱 但是一想 自己里面啥都没穿 而且还在门口 一拥抱的话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一早就开车过来了 秦凡瞅了一眼 心想这数月不见 前林的身子更为风雨了 顿时秦凡笑着说道 是不是房间藏了男人 不让我进去呀 前林一听 这才反应过来笑道 咋可能呀 我是见到你太激动了 这房间 除了你一个男人 其他的人 肯定不让进 说着前林急忙关上门 拉着秦凡走进来 这时候前林瞅着 秦凡问道 看你的表情 好像不欢迎我来呀 运 咋可能呀 秦凡一阵无语 摇头笑道 只是你给我这个惊喜 可是太大了 我啥都没准备 就直接来了 你还想有啥准备的呀 前林说着 两只手勾住秦凡的脖子 接着说道 只要你人来了 就可以了 被前林伸手一勾 秦凡眼神顺势一扫 便瞅着对方衣领里面光着 顿时秦凡一把 搂着前林的腰支 笑着说道 是不是知道我要来 所以里面衣服都没穿呀 前林脸一红 称怨道 你想多了呀 我是习惯光着身子睡觉 没想到你早上来得太早 我都没来得及穿 晕 秦凡笑着问道 那之前在这南省的时候 咋不见你光着身子睡觉呀 那不是有你在不好意思呀 前林笑着说道 秦凡哦的一声说道 那现在好意思不 说着秦凡在前林的脸蛋上 捏了一下说道 好了 不忽悠了 赶紧收拾一下吧 我带你出去吃东西 说着秦凡转过身说道 我现在被过身你 赶紧穿衣服吧 前林一瞅这家伙 还真被过身 他其实不怕秦凡这家伙会偷看 就是偷看也没啥 于是前林脱掉衬衫 将里面内衣穿上 等收拾好了之后 前林去卫生间洗漱一番 又做淡妆 秦凡一瞅顿时无语 笑着说道 你们女生洗漱 出门花费的时间 怕都可以在床上 做两次大事了吧 前林顿时瞪了一眼 笑着说道 你可真是好色 女人化妆 不是很正常呀 这样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你们脸上也有光不适 晕 秦凡心 想要是疑心重的男人 还说不定会以为自己女人 打扮这么漂亮 给她头上准备去种绿油油的草 于是秦凡摇头笑道 行 你慢慢化妆 我也不急 旋即秦凡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十几分钟后 前林才化完 接着前林 挽着秦凡的胳膊 走了出去 秦凡带着前林去 吃了林峰市 本地特色早餐之后 他这才带着钱 林开始先在本市玩 作为本省的省会城市 林峰市旅游景点 还是挺多的 秦凡虽然对本地的景点没啥兴趣 不过为了陪钱林 他也顺便走一下 逛了一上午之后 二人在附近吃完午饭 钱林手捧着一杯奶茶问道 小凡 没想到你们本地的奶茶 比我们那儿好喝多了 你尝尝看 说着钱林将奶茶凑过去 孕 奶茶还有啥分别呀 不就是调料兑水 秦凡说着摇头说道 我不喝 他素来是不动那些东西的 钱林一瞅这家伙不喝 顿时坐到秦凡跟前 再度将奶茶凑到秦凡嘴跟前 不甘心地说道 你尝一下 是不是很好喝呀 擦 秦凡一阵无语 瞅着钱林非要他喝 顿时秦凡像征性抿了一口 于是秦凡点头忽悠道 是很好喝 其实他尝不出来 这种玩意好不好喝 见秦凡敷衍 秦凡嘟着嘴哼的一声 独自喝起来 玄机他又问道 咱们下午去哪儿玩呀 带你去动物园吧 我们这动物园肯定比你们那边的好 秦凡笑着说道 好呀 钱林顿时点了点头 玄机二人出了门 一个小时后 秦凡开车到了动物园 只是令他无语的是 现在正好是暑假 很多人都来动物园 所以要排队 而且人也挺多的 于是秦凡二人排队 半个小时后 好不容易快到秦凡了 这时候四个男女走过来 一个女孩略微不高兴地说道 这么多人要排到啥时候呀 这时候一个男子走出来 牛逼哄哄地说道 没事宝贝 我插得对 很快就可以拿到票了 这个家伙叫韩伟峰 家里有两个钱 而且他还有亲戚 在市里做官 所以这家伙牛逼哄哄的 还是算了 要插队的话 后面肯定有人骂了 另外一个女孩子摇头说道 韩伟峰一听白手 恶狠狠地说道 谁要是敢瞎嗶嗶 老子就弄死谁 韩伟峰说着 便直接插队到秦凡前面 这时候果然后面有人开始议论 但没有人敢大声说出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 这家伙不是好惹的主 韩伟峰得意地 冲着几个同伴笑了笑 这感觉就好像是老子就知道 他们这些人没人敢瞎嗶嗶 这时候秦凡眉头一皱 一瞅这家伙装逼 顿时拍了怕对方肩膀笑道 兄弟 你这插队不好吧 韩伟峰一听顿时脸色一沉 转头恶狠狠地瞪着秦凡说道 小子 老子插嘴咋了 你看娘不服呀 秦凡听这家伙好插队有理了 顿时眉头紧皱 没有理会前邻的颜色 摇头笑道 是啊 我没有见过插队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数三下 你给老子滚蛋 韩伟峰没有想到 秦凡这家伙长得瘦削 还这么脾气大 顿时韩伟峰瞪着秦凡骂道 娘呢你想找死呀 你要是再避避 老子弄死你 话刚说完 秦凡正好三下数完了 脸色一沉 抬起一脚 直接将韩伟峰踢了过去 后者直接趴在了地上了 这时候排队的人顿时大笑 一个个议论打得好 这时候韩伟峰从地上爬起来 骂道 姥姥的腿的 找死 说着一拳 砸向秦凡 秦凡也没给对方面子 伸手拨开对方的拳头 抬手啪一巴掌 直接打在对方的脸上 这时候另外一个男子往上扑 秦凡没动手躲过对方的拳头 秦凡直接将对方一推接着道 今天都是来玩的 老子不想惹事 要是还想看的话 到后面排队去 这时候几个保安都走了过来 韩伟峰也没敢再撒野 捂着脸指着秦凡说道 小子算你狠 等出来的时候 老子叫人弄死你 说着便往后面排队去了 秦凡瞅着对方的身影 骂了一声傻逼 这才跟着钱林继续等票 很快到了他们跟前 买了票之后 二人这才进了动物园 秦凡选择是自驾游览 但是这样在游览的时候 禁止中途打开车窗啥的 秦凡开着车 钱林坐在副驾驶上 瞅着在路两旁 走来走去的动物 一阵阵惊叹 钱林笑着说道 真没想到这样 游览真的好刺激呀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说道 一般很多人来到动物园 都选择自驾 这样可以更近距离地看到 钱林的点了点头 这时候二人开车 已经到了虎原 秦凡瞅钱林队 老虎好像很感兴趣 于是车放慢速度 缓缓地向前游走着 两个人边走 边谈论着 这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 秦凡瞅着前面 有辆车停下来 车门打来 一男一女走了出来 而这男的是 刚才他揍的那个韩伟峰 秦凡眉头一皱 骂了一句 这不是闹着玩的 虎原里的老虎 随时都有可能扑出来 到时候肯定就完蛋了 他急忙打开 车窗冲着二人 喊着让他们赶紧上车 韩伟峰一听声音 扭头一看是秦凡 丝毫不顾秦凡的警告 顿时冲着秦凡 竖了一根中指 这时候忽然从旁边的树林中 扑出来一只老虎 韩伟峰这时候 才意识到危险 急忙往车上钻 但老虎更迅速 直接冲向二人 钱林瞅着这一幕 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惊得捂着嘴 急忙看向秦凡 秦凡又骂了一句 一踩油门 眨眼之间 到了跟前 他打开车门正要往下冲 这时候钱林一把 拉着秦凡惊恐地说道 小凡别下去 危险 情况紧急 秦凡只是握了握对方的手 直接下了车 虽然这韩伟峰欠揍 但这可是人命关天 他虽然没有跟老虎 这种凶猛动物斗过 但是之前 已经有了跟花豹斗狠的经验 秦凡现在虽然紧张 但是并不惧怕 这时候 老虎已经咬着 那女孩子的腿往里拽 韩伟峰在那里 已经吓得脸色惨白 想靠近救人 但是又不敢 秦凡一个急奔跑到老虎跟前 从侧面一拳砸过去 他的速度比之前更为迅速 而且体内的灵气 比之前更浑厚 这一拳过去 老虎顿时被打翻在地 秦凡趁机一拉女孩 推到身后 让其他人拉到车上赶紧走 这时候那老虎从地上爬起来 一声咆哮 双腿一蹬 直接向秦凡扑了上去 秦凡眼神一冷 一个闪身躲过去 紧接着又是一拳击去 场面甚是惨烈 一人一虎 一阵激战之后 老虎被秦凡打倒在地 他现在完全有机会可以打死老虎 但是这个时候 秦凡并没有再打 他不能打死这家伙 毕竟是珍贵动物 而且这里又是监控区 他功夫不能漏得太多 这时候秦凡一个狂奔 直接跑到车跟前 打开车门 直接钻了进去 这时候他才愕然地发现 旁边已经来了三个老虎 秦凡心想 刚才跑得快啊 秦凡已经坐上驾驶位置 一个油门一踩 直接开出了虎原 出了危险区域车停下 秦凡从车里出来 他现在担心那个女孩伤势 走到韩伟风车跟前 这时候韩伟风下来想要说啥 秦凡眉头一皱 抬手趴的 直接给了一巴掌 骂道 你姥姥的腿 你他娘找死是吧 你不知道那里有老虎 这时候 韩伟风连嘴都不敢还 要不是秦凡 估计现在都完蛋了 他只是一个劲地认错 秦凡一把推开这家伙 一瞅车里的那个女孩 只见小腿被咬得血淋淋的 秦凡急忙让人放下来 他一边瞅着伤口 同时手中灵气 暗暗地的输入到对方伤口 止住伤势 这时候救护车已经来了 将人抬上车 秦凡这才暗松一口气 刚才他灵气止住伤势 到时候没啥问题 不至于落下后遗症 回到车上之后 秦凡这才问道 小凡你没事吧 秦凡白白手说道 幸亏没出啥事 要不然真是一场惨剧 说着秦凡让秦凡开车 这时候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请秦凡到办公室想要感谢 不过被秦凡婉拒了 在对方的坚持 挽留下秦凡还是走了 出了动物园 秦凡才发现自己手刚才都下软了 秦凡瞅着对方的样子 笑着说道 是不是很害怕呀 秦凡恩的医生点点头说道 刚才吓死我了 你摸摸我的手 见秦凡摸着他的手 秦凡接着说道 小凡 你真是太厉害了 那为啥 他们感谢你你不接受呢 秦凡看了一眼白手说道 咱要是去的话 到时候肯定被媒体围了 你觉得后面几天 我还能陪你玩不 秦凡一想也是 这种大事 到时候肯定媒体大肆宣传 到时候接下来的几天 肯定就不安生了 秦凡瞅着对方发呆的表情 拍拍对方的肩膀 笑着问道 咱们现在去哪儿呀 秦凡转头说道 逛了一天累了 我想回酒店 咱们回去休息吧 到了酒店以后 秦凡将车停好 跟着秦凡进了房间 到了房间 秦凡先洗了澡 之前跟老虎斗的时候 出了汗水 洗完澡之后 秦凡关着上身出来 瞅着秦凡坐在沙发上 呆呆地瞅着他 秦凡笑着问道 干啥这么盯着我呀 秦凡脸一红 摇头说道 小凡 我在想你是怎么打败老虎的 若不是我今天亲眼所见 打死我都不信 你到底使得啥功夫呀 晕 秦凡一阵无语 走到秦凡跟前 笑着忽悠道 用的床上功夫呀 秦凡一听 瞪了一眼说道 跟你一说正经的 你就开始不正经 说着 秦凡起身笑着说道 要不咱们睡觉吧 睡啥觉呀 天还没黑睡不着 秦凡摆了摆手 这个点过了午觉 又距离天黑 还有几个小时 肯定睡不着 钱林心里 骂秦凡一声笨蛋之后 自个儿睡去了 他不知道这家伙 是不是故意的 等钱林上床睡觉的时候 秦凡便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 觉得没意思 他于是上床 躺在钱林旁边看手机 只是令秦凡郁闷的事 他刚打开手机 这时候 钱林翻身一把 搂着秦凡 秦凡饿的一声 低头瞅着钱林 转动着大眼睛看着他 秦凡无语地说道 你没睡呀 钱林抿嘴摇摇头说道 你在我身边 我激动得睡不着呀 有啥激动的 秦凡摇头哭笑不得 说着便将手机放下 秦凡摟着钱林 这时候钱林凑到 秦凡的跟前低声问道 小凡 想不想干那事呀 晕 秦凡一阵无语 笑着装逼道 就是要做 也得晚上呀 钱林呕的一声称怪道 你这人可真奇怪 要干这是为啥 还非要偏偏到晚上呀 秦凡笑了笑没说话 这时候钱林主动将嘴凑过去 两个人开始激吻 接着秦凡 将钱林压在身下 还未等秦凡发起攻击 这时候 秦凡电话响了 一瞅电话是陌生号码 秦凡顿了一下 还是接了 结果一听 是求万宗打过来的 这次求万宗态度 跟孙子似的 一个近的 因为上次的事情 向秦凡道歉 他很想秦凡帮他治病 这段时间 他下面那玩意不行 一直找个家医院治病 保健品和中药 甚至就连伟哥那玩意都用上了 结果毛作用都没有 所以他之前的狂妄气焰 一下子没有了 他现在就想求秦凡 治好他的病 秦凡心想 这种人还得摸摸 于是他说等 有时间再说 旋即挂了电话 将手机放下 秦凡瞅着 秦凡神情款款地瞅着他 于是 两个人一阵疯狂地亲吻 这时候 秦凡在秦凡耳边 软言细语说道 小凡 我想要 秦凡一听也没客气 一件件衣服飞了出去 一阵疯狂过后 秦凡从床上坐起来 一瞅外面的天都擦黑了 于是他起床下楼去买东西 秦凡本来也想跟着去 但是他双腿发软 已经走不了路了 吃过晚饭 两个人也没下楼 两个人相依偎在一起看着电视 秦凡笑着说道 小凡 你说以后要这样多好呀 秦凡笑了笑说道 那要不然 你以后到这边来住吧 秦凡抬头瞅了一眼 笑着说道 我也想呀 你还别说 说不定我以后 还真来到临峰工作 顿了一下 秦凡接着道 小凡 你啥时候 带我去你们家里看看吧 我家在农村 你要去吗 秦凡转头说道 秦凡瞪了一眼说道 农村的咋了 以为我秦凡是那种看不起农村的是吧 你秦凡就是住山洞 我也愿意去 秦凡饿的一声 笑着点头说道 那成 我抽个时间 带你去我家看看 就这样说好了呀 别忽悠我 秦凡很高兴 光着身子起身 拿起遥控打开了电视 他现在已经跟秦凡有了夫妻之时 所以 他现在没啥害羞的 这个时候 秦凡一瞅顿时无语 只见本地的新闻 正在播放下午时候 他在动员救人的监控视频 秦凡心想 幸亏是监控视频 看不清楚模样 要不然到时候 事儿肯定很多 秦凡一瞅笑着说道 小凡你要火了 秦凡摇头笑道 有啥火的 玄机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 这才关了电视睡觉 次日一早 秦凡起得很早 下楼锻炼了一会儿 这才买了早餐 这才叫醒了秦凡 吹过早饭之后 秦凡收拾了一番之后 二人这才下楼 这时候 钱凡凑到秦凡耳边 低声说道 我现在感觉双腿都软着 他没有想到 秦凡那家伙那么厉害 昨晚差点折腾死了他 不过休脑之余 钱凡还是感觉到很甜蜜 秦凡一阵无语 瞅了钱凡一眼笑着说道 没有想到你那么不精盖啊 钱凡脸一红瞪了一眼说道 臭小子谁告诉你的 今晚我要让尝尝我的厉害 晚上还继续呀 秦凡摇了摇头笑道 晚上还是老老实实地睡觉吧 二人边吹牛逼取了车 坐上车之后 秦凡今天打算带着钱凡 就在市区里转转 毕竟临风市这么大 晚肯定一天转不完的 另外 钱凡走路还有些不方便 到了临风最繁华的地段 秦凡带着钱凡去了商场转 从商场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手里拿着手提袋 将东西塞到后座上 秦凡又带着他沿着街道转 刚走一会儿 燕文忠打电话过来 跟秦凡说了一下 明天上午有一个顶级拍卖会 问秦凡有没有兴趣参加 自从上次秦凡在罗胜昌的慈善晚会上 意外拍的大龙邮票 燕文忠对秦凡更是刮目相看 所以这次顶级拍卖会 他想带着秦凡 秦凡一听肯定感兴趣呀 他一直对这种拍卖很感兴趣 前几次拍卖 屡次都有收获 所以 这次要是运气好 能够拍到一件好东西 那肯定不需此行呀 于是 秦凡点头笑道 燕老 我肯定有兴趣 不过我想问下 还能不能再带一个人呀 他想着 让钱凡也去见识一下 燕文忠一听 秦凡答应 要去很高兴 当即点头笑着说道 没问题 这件事我来办 你到时候就带着他来吧 挂了电话之后 钱凡笑着问道 小凡 咱们要去拍卖会呀 你怎么还喜欢去那种地方呀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笑道 明天我带你去看谈拍卖大会 说不定里面有好东西 钱凡恩的一声点头笑道 好呀 你去哪 我跟着你去哪就行 秦凡瞅了一眼笑着说道 是不是呀 那我要去洗浴会所你要不要去呀 钱凡瞪着秦凡 呸的一声说道 里面盛世服务很好呀 秦凡饿的一声 笑着说道 跟你吹牛逼的 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呀 说着 秦凡搂着钱凡笑道 走吧 带你去其他地方逛逛 说着 秦凡开车带着钱凡 去了临峰市南郊 南郊的地段 属于全市最贵的 而且风景也很好 这里有一个别墅区 每个小区几乎都是别墅 所以 也被称为临峰市的妇人区 这时候 秦凡开车带钱凡来到一个湖边 二人 坐在湖边风吹着很舒服 这时候 秦凡瞅着临江的一个别墅区 看着钱凡笑着说道 你觉得 这里别墅咋样呀 钱凡抬头一看 点头笑道 这还用说啊 这里环境这么好 而且都是别墅群 那肯定很好 只不过很贵吧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笑道 咱们进去看看吧 秦凡说着 起身拉着钱凡 这时候 钱凡摇头说道 这里这么贵 咱还是别去了吧 买不起的 虽然买不起 先去看看 等看好了 说不定咱明天去拍卖会 到时候 可以赚一栋别墅 秦凡笑着说道 实际上 他现在拥有的资产 不算很多 但是买一栋别墅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钱凡一瞅笑道 你就会吹牛逼 去一场拍卖会 就能赚一栋别墅呀 照你这么说 那所有的人都去拍卖会了 运 秦凡一阵无语 心想跟钱凡说这种事 肯定说不明白 于是秦凡拉着对方 很快到了这个叫 临江别墅小区 江车挺好 秦凡二人直接去了售楼部 售楼部看房的人虽然不多 但是一个个看起来 的确很有钱 再反观秦凡 穿得很普通 这时候一个寿楼男的走过来笑着问道 先生 请问您看别墅 秦凡冲着对方点了点头说是 这时候那寿楼的看了看秦凡 又看着钱凡 于是这才忍不住好奇问道 您的家长呢 在他看来 别墅动辄千万 秦凡这家伙 年龄看起来这么小 而且又穿得这么普通 这肯定不是 能买得起别墅的人 所以他说这话 其实是想确认一下 要是这家伙只是他们两个来的话 他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介绍别墅 有这时间 他可以去招呼一下那些真正有钱人 到时候卖一栋别墅 就可以拿好多提成了 秦凡转头看了一眼钱凡 点头说道 我们两个人来的 寿楼圆欧的一声 态度顿时冷得许多了 只是先让秦凡二人坐在沙发上 端上水 玄机他自己去招呼其他的客户去了 等了十几分钟 这时候钱林瞅着秦凡说道 小凡那人好像不理睬咱们呀 你看他好像知道咱们买不起 扔下我们招待别人去了 秦凡没有说话 其实他也看出来 他心想娘的这家伙 一看就是个失利眼 瞅他穿得普通 就知道买不起 以前秦凡没钱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种人 所以他对这种人很反感 于是秦凡站起来 走到那寿楼员跟前 这时候那寿楼员正热情高涨 殷切地对着一对五十岁左右的男女在讲解 秦凡走过去直接打断道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说着秦凡转头盯着那男的寿楼家伙说道 把我们扔在那不管了是不 那男的寿楼员没有想到 秦凡会忽然这样说 顿时他也脸色一沉 但还是笑着说道 你们先坐一会 我招待完这两位顾客 再招呼你们 秦凡一听心里更不爽了 姥姥的腿的他们 可是后来的 顿时秦凡冷笑一声 直接拉过一把椅子 坐到中间说道 行呀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你讲玩 秦凡这样一闹 其他几个寿楼员也走了过来 这时候男寿楼一瞅 秦凡这是跟他扛着了 虽然他很不爽 但无奈之下 还是先招呼秦凡 瞅着对方还是不爽 秦凡冷笑问道 你们对待客人 还是区别对待的呀 难道我们没有跟父母来 就不能自己买了 男寿楼的一听 急忙摇头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肯定不能得罪秦凡呀 于是只好带着秦凡想去看别墅 秦凡摆手说道 行了 瞅你这态度就不爽了 换人 男寿楼一听 脸上一变 只能生着闷气 这时候 另外一个女寿楼员走出来笑道 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有点忙 怠慢了 还是我来接待你吧 一瞅这女寿楼员态度还好 秦凡点了点头 这时候 那男的一瞅秦凡去了小区里 便冲着其他几个同事说道 娘的那小子装啥逼呀 那家伙肯定买不起别墅 接待他 纯粹是浪费时间 寿楼小姐 先是带着秦凡二人 去看了一下样板别墅 统共三层 里面装饰啥的都很豪华 秦凡对这里的条件设施 啥的比较满意 再说 他心想着 以后无论是他还是父母来市里 会有地方住 所以秦凡 有心想着 要是户型满意就定了 于是看了一眼问道 这栋多少钱呀 对方笑着说道 这栋一千三百万 钱林一听这么贵 顿时暗暗地冲着秦凡扎扎舌 对于他来说 一百三十万都贵 更别说一千三百万了 不过对秦凡来说 倒是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于是他冲着对方点了点头说道 行 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具体的户型 那寿楼小姐一听看这家伙 好像还真要买 于是态度更加热情 很快带着秦凡 去看了小区最好的户型 秦凡对于那户型啥得很满意 但价格贵二百多万 不过对于秦凡来说 都无所谓了 他看上就好 于是秦凡又看了一下 小区的环境和物业 啥的都比较满意 这时候那寿楼小姐笑着问道 秦先生 你是打算要这栋别墅 瞅着秦凡没说话 那肯定是有戏 于是寿楼小姐笑着说道 我们这别墅卖得很快 而且这小区里有好几个明星 都在里面买别墅 在您来的半个小时之前 就有一位女明星 来这里看别墅了 秦凡一听 嗷的笑着问道 这位明星是谁啊 对方一听摇头笑道 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 不过听说 腕还挺大的 我们老板亲自接待的 秦凡嗷的点了点头 他心想 这套别墅还真不错 要不直接就定了 于是秦凡点了点头说道 行 就这套了 女寿楼员一听 顿时心里很高兴 他没想到 秦凡会直接点头说买 紧接着 三人又回到了寿楼部 那男寿楼员一瞅女同事 拿合同给秦凡 顿时脸色一变 走过去低声问道 那家伙要买 是啊 多谢你把一个优质客户 让给我呀 女寿楼员很高兴 男寿楼员一听气得懊悔呀 他费尽心机地 给那对五十岁男女 讲了将近半个小时 结果人家最后不要 而他没看上眼的这家伙 竟然看了一下直接要买 这他娘的真是狗啊 这时候 秦凡抬头看着女寿楼员笑着问道 那请问直接要两套的话 会不会打折呀 女寿楼小姐一听顿时脸色一变 惊愕地看着秦凡 强忍激动地笑着问道 秦先生 您是说你想直接买两套 是啊 秦凡点了点头 要是你们这价格有优惠的话 我考虑入手两套 还有旁边的那一套 他想着房子现在处于生殖阶段 而且明年他哥哥出狱 到时候送他哥哥 这时候不仅秦凌在旁边惊讶半天 就连整个寿楼部都未知一惊 原来这家伙 才是低调的有钱人呀 旁边的男寿楼员 更是气得想砸桌子 他现在懊恼悔恨呀 要是之前对秦凡的态度好的话 这两套别墅 可是他的业绩 女寿楼小姐一听 脸上堆满笑容 他肯定得争取一下呀 于是急忙点头笑道 秦先生 您先稍等 我现在给我们经理打电话申请 说着走过去打了电话之后 走过来笑着说道 秦先生 您先稍等一下 我们经理马上过来 秦凡点了点头 这才看着合同啥的 十分钟后 他们的经理急忙走过来 笑着说道 先生 您好 刚才我听我们的员工说 您想买两套别墅呀 刚才我跟我们老板说了一下 他说两套可以打九五折 秦凡嗷嗷的一声点了点头 心想这九五折下来 都可以少一百多万呀 于是秦凡又问了 不能再折扣高点 但是对方表示不行 秦凡心想 干脆就拿了吧 他正要签字 这时候 他们的老板 黄婷进了寿楼部 他今天是专门过来 陪好友兼明星沈瑶 过来看房的 结果刚看完房子 他的手下打电话过来说 有人要两套别墅 而且年纪很轻 所以他好奇之下 就带着沈瑶过来看一下 沈瑶一来 整个寿楼部都躁动起来 他们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 见过明星 大家议论纷纷 秦凡一直瞅着合同 这时候钱林见到明星 也是惊讶 凑到秦凡跟前问道 小凡 你看 那不是明星沈瑶呀 秦凡一听 正了一下 抬头看了一眼 顿时无语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碰见沈瑶 秦凡转念一想完蛋了 他前两天还跟沈瑶忽悠说他 这两天不会来事理呀 于是秦凡点头说道 是啊 钱林一听 顿时笑着说道 真想过去跟沈瑶 要个签名和个照 嗯 秦凡一阵无语 这时候老板黄婷问过手下之后 便走到秦凡跟前笑着问道 这位先生想要买两套别墅呀 秦凡还没开口 沈瑶站在那里顿了一下 玄机惊讶道 秦凡 你怎么在这儿 秦凡饿的一声 站起身冲着对方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是我呀 我过来看房子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碰见了你 这时候全场人又是一惊 大伙心想秦凡这家伙 到底是干啥的呀 竟然连明星都能认识 而且二人关系好像还是挺熟的 这时候黄婷看着沈瑶笑着问道 原来你们认识呀 沈瑶冲着对方点了点头笑道 秦凡 他是我弟弟 沈瑶的话一说出 全场又是一阵恶然 刚才那个寿房男脸色一变 他心想 幸亏秦凡那家伙跟他没计较 要不然他就完蛋了 这时候 秦凡一听沈瑶说 是他弟弟也是无语了 这啥时候变成了他弟弟了呀 黄婷一听笑着说道 既然是你弟弟的话 那也是我黄某的朋友 沈瑶点了点头笑道 那黄老板 你看都是朋友了 你这折扣是不是在高点呀 最起码跟我的一样了吧 黄婷一听笑哈哈道 好吧 看在是你弟弟的份上 再看秦兄弟这年少事业有成 这样我给你七折满意吧 对于黄婷来说 少那些钱 他在其他的投资上 可以轻松赚回来 再说 打那么大的折扣 其实他也没赔啥 我日 秦凡一听心想 七折这可得省好大一笔钱呀 而且沈瑶要是在这里住的话 到时候也挺好的 很快秦凡签订了合同 不过他身上没有贷那么多钱 他只交了一个首付钱 剩余的钱秦凡便跟黄婷说了 过两天来交 黄婷也点头答应 有沈瑶在他也不怕秦凡忽悠他 等忙完之后 黄婷笑着说道 待会儿我请大明星和秦兄弟吃饭吧 秦凡一听白手笑道 还是我请大家吧 毕竟人家给他打了这么大的折扣 秦凡肯定要表示一下 沈瑶摇摇头看着秦凡笑道 秦凡你就不用客气了 还是让黄老板请客吧 他那么有钱得宰一顿 黄婷一听顿时白手笑道 这没看出来呀 弟弟一来 姐姐就知道偏袒弟弟 秦兄弟 我不得不说你这姐姐向来心高气傲 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偏袒过一个人呀 你真是太幸福了 秦凡饿的一声 只好忽悠笑道 是啊 我也觉得我挺幸福的呀 玄机几个人 开车去饭店吃饭 喜欢秦凡故事的 希望大家评论 点赞 订阅 小编才有动力 更新精彩故事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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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